《侍卫君子垂范,以教士人,方正己身,除非孙氏,惠心柴行,杜乱家邦,伟言离亲,致功为师序,人臣不睦,故处为庶人,折居北宫。 太子殿下,请接照吧。 老奴告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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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刚进宫时 我孤单无一 你我身世相同 也曾互相照顾 却未料到 你苦心经营一场空 随后害人更是害己 今日我特地来看你 也算是感恩 你曾经对我的善意 你也不必对我说教 纵使所有人瞧不起我 我也绝不后悔 你不知晓 这么多年 守着一个不爱自己的夫君 心中究竟有多苦 也无缘 劝我大度 我并非是劝你大度 是不想你 应妒忌 将自己求于自愿 自愿的悲苦当中 太子手诺与你澄清 你就应与他互相扶持 珍惜这一段姻缘 而非是因自卑多疑 去折磨另一位女子 一举以来 都并不是太子殿下 忘不了娶凌军 是你自己 在提醒他不要忘 你总是让自己婚姻的不幸 怪在他人身上 从不自省自身 所以才会有今日的下场 我很好 没有任何需要反省之处 我宁愿从此死在北宫 也不愿再面对对你 这里 这里就是我最好的位所 那么死 我也绝不住这九重公权 能困住你的 从不是九重公权 它是你的信 想去苹果 你能不能再次 回去吧 你再次帮你 去苹果 你能不能再次 你能不能再次 我再次帮你 你能不能再次帮你 我再次帮你 我还以为 太子和太子妃结婚之后 会与娶凌军再续情缘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嫁给了梁舟墓 曲林军嫁给梁舟墓 也是一件好事 梁舟墓为人磊落 对祖宗子弟也不有招负 想必他们二人成亲之后 梁舟墓也会将曲林军的孩儿 视作亲子 说得也对 梁舟墓多次护着曲林军 危难时刻 体胜而出 我相信 日后他也定是个好狼婿 你当着你未来夫君那面 如此夸其他狼君 你就不怕我会生气了 堂堂林将军还会吃醋啊 从前我总觉得我运气不好 现在想想 我觉得 怕是以前的运气都存起来 用来遇见你了 太子妃嫁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一生都活在怀疑当中 自然自义 娶林军做好了妻子的本分 去因所加非人受尽苦楚 想想他们 再想想我 我顿时觉得自己运气可好 眼光也好 眼光好的 是我才对吧 你看 那家蜜饯铺可好吃 我再去给你买些蜜饯 让你吃过之后嘴更甜 要什么 我先给你买en 一分就有 一分就等我 你都可以老了 你 伴一个 好 吃 我先给你买了 要什么 我先给你买了 我先给你买了 再来 我先给你买了 给我两包吃了能让嘴变甜的蜜蜜 不不不 林将军 这用不上这么多呀 在场所有人的账 我一病结了 他这人什么都好 休时做事有些眨眼 你别害怕 没事 没事 林将军 您常来啊 您尝尝 走吧 进阶军报 周春有变 进阶军报 周春有变 今天这饼子很是够近呀 陛下就爱吃这酒饺头的 这么多年了 口味怎么还没变 现在这宫中膳房啊 总是做不出当年的味道 你们不觉着吗 那是陛下您想念当年的苦日子了 那会儿咱们能吃上一口干粮 就十分甜美了 紫射 你琢磨什么呢 我认为 寿春并不适合居民起事 一来 他们城中并无多少粮田 若被围困粮食难以为及 二来 他们也无治兵作坊 若长久作战 军械难以补及 所以呢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兵分几路 以包围之势 围困寿春 同时 在这两侧的山路上 设下埋伏 但是 得些倾角沿路的山匪 你们说 这彭坤难不成诡弊心窍 这要啥没啥 还想造反 陛下 臣正就领兵 去把他的什么寿春给平了 也别想得太轻松了 此次释迦贵法 乃至朝臣们都尚书走 要将家中士领子侄送入军中 想让他们去寿春泪练一番 这帮使家子啊 细皮嫩肉的 不好待 他奶奶个熊 陛下 这帮数子是觉得寿春义工 想跑老子这儿 蹭展工 沙场热血男儿势 本就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和世家多想让子弟们 去历练一番 无可厚非啊 他们既然想去 朕也只能支持啊 只不过这个队伍 确实不好待 臣来待 待什么 陛下 陈院领兵收复首春 你收复什么 陛下 陛下 行动 陛下 大家行动 行动 沙场是要选男儿势吗 子侄 也是报国心切 是啊 陛下 这是 这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此生想去 历练一下也无可厚非啊 历练什么 他需要历练什么 一年打一百多场仗 陛下说得对 别坚持 坚持 吃什么这儿 都出去 你给我回来 皇后尝尝 好喝是好喝 可为何做这般多 我听闻子慎在议事厅 与几位将军善意战事 一定是会吃不好 所以特多做了些 可是没想到 身上又发火了 倒是不敢送去了 身上为何又发火 可是战事吃紧 我听曹内事说 是因为子慎自寝征战 身上气得连饼都扔了 可是这也太偏心了 你可是担心子慎 我教你个法子 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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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每次都是这样 一说成奇的事 你就要出征 区区一个寿尊 这朝中 是没有人了吗 需要你来操这个心 彭坤谋害秦安王延无救援 致孤臣失守 我怀疑早在那时 他就与立地有所勾结 所以我必须去寿春 活捉彭坤查个明白 才能按我舅父 和孤臣亡魂的在天之灵 霍兄的事 我定会令人查清楚 这已经决定了 让翠佑领兵 去捉闹彭坤回都城寿寿 你呀 就踏踏实地在这儿 等着澄清啊 臭小子 你不为你自己 你考虑 你得为你的心腹着想啊 战场上刀枪无言 万有个好歹 日后你还如何成亲啊 程家娘子到 听见没 你心腹来了啊 我看她一会儿怎么说你 这 这 这 进来 进来 陛下 皇后听问你 连用膳的时间都没有 好 所以让我送一些甜酿过来 还是谁俺有心啊 我向某些人 竟然能烧心 快尝尝 这是我自己做的 好喝吗 好喝 这个心腹你不是说 这个汤是送给我的吗 是你的心腹 我心疼你啊 你这个竖子 给陛下的在这儿呢 在这儿 陛下 你的甜酿 臣女可不是专门来 气陛下的 是皇后有一句话 让臣女来转告陛下 江山出定 将军 仍该驰骋沙场 若在都城之中夺揽 此生难免会被他人说 是德不配位 这是申安说的 皇后说的 太子一案 让申安的身体 眉眶欲下 可如今呢 她还有精神来劝说朕 朕能不听吗 朕哪 只是心疼她 把她留下来澄清 不对吗 我听闻 许多朝中大臣 都让族中子弟 去授撑历练 他们岂是不心疼子女 若是想带人好 就不该居着 就应该在背后 足足地支持才是 父母对儿女是如此 女娘对郎旭 更该是如此 皇后如此心疼陛下 也没拦着陛下 每日深夜里批乐奏折 夜以继日操心国事啊 你这个幸福啊 真是巧言令色 子盛 这日后啊 你得好好地管教管教啊 拿少春呢 听好了 秦货彭坤之后 你务必立刻返回都城 你们俩把这婚事 给朕办了 若再有推延啊 朕就把你这幸福啊 徐备给别人 我不要徐备给别人 我等你回来 好 我一定很快回来 一条一条的这幸福啊 一条一条的这幸福啊 秀 把汤留下 你俩出去 出去你一位 你俩要是想亲我 我们俩还是得换一处地方 这里毕竟是黄宫 什么我想请你 我是想好好看看你 记住你的样子 我阿富之前出生回来 除了眼睛一半和牙齿是白的 其他地方都是黑的 你可不能将自己折磨成这般丑样 我可不想澄清的时候 牵着个墨定了 既然这么担心我 那你为何还要劝圣上奉我前行 我只想你舅父的死 苦成满城亡死 一直是你心里的痛 你也从未真正放下过 皇后身体抱压 我要在长丘宫照顾他 若非如此的话 我定跟你一起上针杀敌 我只能担心 子善 我想亲眼看到你抓住这个蓬坤 我想和你一起分享 大仇以报的快意 好 若你这句话 就足够了 早去早回 我才在渡城乖乖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娶我 等你回来娶我 我答应你 等我处理完蓬坤的事 一定用最盛大的婚礼 迎娶你 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想和你做什么 这个人 等我 我一直想和你 你会想和你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笑 是 怎么了 可是出血了 要不还是联防 他们说了 为出征之人封开甲 定得亲自来 要不然就没诚意 保护不了他 再来 你 干什么 你娘的活节太难了 好像要是同一个地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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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有女儿手被砸了 将军撕撕个什么呀 你仆仆能知道将军搭配印得不睡觉 在屋外偷窥 起飞笑话 妙妙定是知道 圣上派我去童牛县 独办运童一时 蔡侯业替我准备这些贴身处 我看那尺寸啊 也并非为将军准备的 也并非为将军准备的 不为我做 那还能为谁做 不然何时养成了 爬墙小子的磨叻啊 爬墙小子的磨叻啊 好 昭州公 少兵来报 有人正在靠近我军大营 看样子是想潜入 多少年不曾见过 如此活腻之人了 竟有人敢潜入盘庆大营 此段小事就不用报了 擒货之后 就地斩杀即可 不能杀 为何不能杀 嗯 奇怪了 这偌大的军营 怎么连个把守的士兵都没有 他会在哪儿呢 哎 这林将军还真是辛苦 明明主仗在东南面 他每日啊 还要到西南面来操练我 是啊 这一路还需路过三个营行 一个伙去营 真是太阳子心了 东南面 这 这 这 方才我声音这般大 他 他应该听见了吧 没事 夫人若还是迷了路 其他兄弟会自行解决的 你看 郑恢药 难道 离他 真是 这 有资讯我 他有意义 你啊 擅闯军营者 杀无赦 那这里看您舍不舍得 自然是舍不得的 你若是想见我 差人通报也神即可 为何还要乔装改办 冒险潜入军营呢 你就不怕真的被人当作敌军探子 给杀了吗 我冒险潜入 自然有我的缘故 林将军 你这偌大的军营 连个耿哨跟侍卫都没有 若我真是个武艺高强的敌军探子 林将军此刻 已经落入我手中了 你该不会真以为 有如此巧的事情吧 巡逻队恰好没有发现你 又恰好在你面前 透露了主张的位置 随我来 随我来 所以你这一路都是在看我笑话来 所以你这一路都是在看我笑话来 若你真是敌军探子 无论武艺多高强 又不知死了多少次了 决定不许 不过你能貌似来见我 我很失欣慰 临行前 我有一件礼物想送你 你看那里 那一大片 身上问我凯旋之后要什么赏赐 我便要了军阴旁这一片空地 这里地下有温泉 很适合栽花陪草 你不是一直想要自己盖屋吗 以后你我的宅员便在此处 你想要怎么监督依你 无论是开垦田地 还是搭建水区 都可以 以后这里 便是你我的家 你一直想要一个 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之地 在这里 你不必担心被人责怪 也不必担心被人抛下 我们会在这里 生儿育女 慢慢变老 直到永远 怎么了 你可是不喜欢 我说不好 我 我不该自作主张的 我不该自作主张的 我喜欢 我很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你喜欢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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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 走 我能拜透些了 生死一冲 子深 你高兴 我们定不会成为你阿父阿母那份约偶的 其实他们也并非约偶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时候不早了 我送你回府 你答应我 带你凯旋回来 我们一起建造我们的新家 可好 好 我答应你 你不是好奇我今日为何冒死前来吗 其实我为你带来个礼物 不要 你怎么去骂 我给你带来个礼物 你要跟他说什么 我也要不是 知道你 怎么就是 这个 要是 这个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把手扎成这样了 以后不要再帮我做站架了 你可是不喜欢这鸳鸯翅吧 这是鸳鸯 大凡是你做的我都喜欢 只是 我本以为这是对鸡翅吧 什么鸡翅吧 这是鸳鸯翅吧 我做这个是为了时刻提醒你 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 自己是有心腹的人 在不顾性命之时 看着这个鸳鸯翅吧 就会想起我 还在都城等你回来 好 你说是鸳鸯 那便是鸳鸯 少主公战甲上别了两只鸳鸯翅吧 太丢人了 这 这仗我都不想去打了 会被敌军耻笑 以后这女工之事交给我就好 你不用再做了 你还会女工 军中事务 大都是我亲力亲为 这冯卜之事 我也算是熟练 但我回来之后 这女工之事交给我便可 好 一言为定 你若先往针线布里 将这翅膀 再下便可 但我给你的软甲 切不要脱了 这软甲是铜丝 或者麻枝旧 既软 还能防刀伤 关键时刻 定能保密 而且 我还笑得这小兔子 你是兔子 我还以为 你是只鼠吗 你是兔子 我鼠兔的 是 兔子 你说是兔子 那便是兔子 你本来就是兔子 兔子 大丁广州 这下城何地道啊 怎么就那么的难分难舍啊 也不知谁当年凯旋时 只恨马而跑得慢 非得跳下马 冲过来见妾 过去的事 阿衡还是记得这般清楚啊 我可不想记得 满脑子记那些破事 多废脑子 真也忘不了啊 小梅良心啊 只知惦记狼绪 绣了一夜 一双袜子都没送过来 连女婿的醋都吃上了 要真给你缝上 你能像林不宜那般 不要脸都穿上吗 那倒也是 那双小鸡翅膀 幸亏没让我穿 不然你这老脸往哪儿搁 子善 你这般好 一定要活得久些 不然我可就改嫁了 你不会有机会的 我一定活着回来 一定 活着回来 许久未曾见到 此生生死开心了 朕也很开怀呀 只愿此战过后 再不用出征 从此父母与子女 女娘与郎婿 再不用分别 放心吧 朕一定 会让九州一同 世间 不再有尴尬 请不吝点赞 感谢 ств许コ 怀疯 脱子 陈娘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何物啊 那是子慎府邸的私印 看来子慎是要向少商交托家底了 世上有情人终臣眷属 便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了 好 好啊 只可惜 我这一生 从未尝过这般滋味 诸位将士听令 朕在此 祝各位将士 提开得胜 早日开旋 朕 与你们的家人 等你们归家 武当领当洁击所能 不护相反 武当领当洁击所能 不护相反 出示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